部長好 想請教一下 雙核醫院日前有發生一件 醫療暴力的事件 那現在有網友在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數 他們認為醫療暴力者應該要在健保的系統 註記 如果情節嚴重者 應該要剝奪他健保 就醫的權利 目前超過一天已經有1萬3千 多人附役 不曉得指揮中心怎麼看 第二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今天的死亡病例當中 其中有2個是沒有慢性病史 那最年輕的只有40多歲 不曉得張教授怎麼看這一波的疫情 很多是沒有慢性病史 可是又年輕的 然後案3092 他的採檢日是調查中 那不曉得他的個案死亡 的原因是什麼 謝謝 我想網路發起這樣的一個網路平台發起 這樣的一個連署 真是代表社會的一個憤怒 那但是用怎樣的一個方式 才能夠讓這 醫療的暴力能夠減低 我想這等到這個 連署的情況比較清楚 我們再來做討論 那目前其實 健保 健保卡的註記 他有一定的一個 醫療的功能 那是不是適合來做太多的 其他的一些用途 那恐怕監察院也會有意見 那個案的情況 應該從這一波開始 大部分都是年長者 年紀比較大的 比較容易出現死亡的狀況 不過確實 偶爾也是 或是哪幾天的公布的 死亡個案裡面 偶爾會看到一些年輕的 那也沒有什麼潛伏疾病的狀況 那這個先前也跟大家說明過 那因為 在現在疫情狀況下 那我們確實 不容易說對這些特別的個案 那做更詳盡的 所謂的病理死因的一些 探討 那我說所謂的病理死因探討 通常當然在醫學上面 最好是有一個 所謂的病理解剖的證據 到底發生什麼樣的事件 造成他的死亡 那今天這個個案當然也是有一個狀況 就是 他 他從有症狀到 進到醫院 那前面因為是篩檢是陰性 那所以 到醫院的時間 當然是 對我們來講是稍微慢了一些 那這個沒有即時就醫 本身是不是也是一個 相關的因素 這當然在我們醫療上 我們也是會 需要做這樣的一個考慮 所以另外當然就是希望 有症狀 那就即時出來接受 篩檢 接受檢查 一次的陰性 也許並不代表真正的陰性 如果還是症狀持續的話 那也可以繼續出來接受檢驗 接受篩檢 那希望早一點 確診 那早一點做後面的適當的分流的 安排 那需要到醫院就早一點到醫院 那 或許還是可以減少我們這樣的一個重症或死亡的 一個個案 謝謝